我们进入第一个挑战项目 这个挑战项目是一个运动项目 作为孙杨来讲 我相信你见识过很多的运动项目 但是大部分运动项目 比如说是世界大赛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但有一些运动项目 可能没有进入像奥运会这样的比赛 但是在民众当中相当普及 比如说跳绳 在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 我们在前两季也见识过跳绳的项目 最快速度的世界纪录的创造者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将是一个全新的 完全不一样的跳绳的展示 因为它不光涉及到速度和耐力 更涉及到团队的配合默契和他们的创意 掌声有请我们挑战者出场 好 三个非常年轻帅气的小伙子 往这一站信号满格 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们三位 我叫黄俊凯 今年12岁 我跳绳6年了 你就是黄俊凯啊 黄 黄俊凯啊 我来说 大家好 我叫金正宇 我今年12岁 我也跳绳6年了 大家好 我叫江大理 今年13岁 我也跳绳6年了 我们三个人都是来自于 上海市宝山区高阶镇第三中学 一个学校的 你们是玩的是 花样 花样跳绳 这是个跳绳 对 孙杨知道吧 花样游泳 花样游泳的话 它是应该是水中的芭蕾舞 对 对对对 是 但是跟花式跳绳 感觉还不太一样 完全不一样 但是有一个共通点 他们都在做自己最热爱的事业 哇 对 接下来 就要进入正式挑战了 就不开玩笑了 因为接下来 他们面临的挑战 我个人认为 这是我在三季挑战不可能当中 见到的最严酷 甚至说不尽情理 今天 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顶尖高手 将和他们来共同完成速度和耐力的挑战 他们要在完成速度挑战之后 紧接着进入耐力挑战 并且要在两项挑战全部成功以后 才能算今天挑战成功 要比速度 要比耐力 那我觉得这是不是对小孩来讲压力太大 因为他年纪还小 才12岁 接连挑战两次 这个很困难 那么首先 就让我们掌声请出 他们将要在第一个回合速度赛当中 面对的挑战对手 交互跳绳 30秒速度赛的 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 进行第一项挑战 有请Ayumi和她的团队 有请他们出场 Ayumi团队来自日本 交互生30秒速度赛 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 你们好 你好 欢迎你们来到挑战不可能 你们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是多少 30秒钟 129回 30秒跳129下 一秒钟要跳四下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它这个下是算单脚 129下乘以2 意味着一秒钟要跳八下左右 不可能 一秒钟 一秒钟八下大概是个什么速度 停 这还是不带上绳 带上绳以后难度应该是 还会耗时 难以想象的 对 而且还要耗体力 它到后面耐力还会下降 为了保证我们这个挑战的公平公正 我们今天请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官 来作为第一轮速度赛挑战的裁判和纪录员 如果今天他们在挑战的过程中 任何一方的速度 创造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那今天我们在这儿真是双丰收 接下来上道具 掌声请出我们双方的挑战者 有请 同时我们将要有请吉尼斯认证官 吴小红女士和十月美女士 来为我们检查挑战道具 日本选手的道具符合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要求 中国队道具符合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要求 接下来我为各位再次宣读一下 他们的挑战规则 挑战第一部分 30秒速度赛 挑战者将与交互跳绳 30秒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的日本选手 进行三轮对战 其中两轮成绩胜过日本选手 即为第一部分挑战成功 记录规则为 单脚跳过双绳即为一个 没跳过或空跳则不计数 本轮挑战同时也是挑战者们 对交互跳绳30秒速度赛 吉尼斯世界纪录发起冲击 单脚跳过129个则创下新纪录 现场将通过高速摄像机 记录挑战过程 随后由吉尼斯认证官 轻点单脚跳过的个数 因为他们第一个挑战的是 日本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 对于孩子来说 他们的心理一定是压力非常大人 这挑战在我看起来 几乎是没有成功的希望 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三个人 他要合作 其中一个人失误 你整个都要从来了 挑战开始 出来 靠yn子 赛 ready jumpers ready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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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哇 哇 三十秒钟我怎么觉得这么漫长 对啊 我本来以为三十秒应该很快 我天 而且是因为紧张嘛 两个队伍都出现了一些失误 各出现两次失误 这个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裁判官是 这是一个常规吗还是今天特殊 这个失误很大了今天很多了 很多了 如果他有一次没有跳过就半倒了 会影响他的时间 对 三十秒内就不够用了 所以在之前他们打破记录的那一次 是没有出现失误的 没有失误 所以必须要保证零失误 才有可能打破吉尼斯世界记录 一个团队你想要成功 你想要最后打破记录 或者说拿到冠军 应该说是每一个分工环节 都必须要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今天的挑战 吉尼斯世界记录只是他们其中的一个目标 所以只要三轮当中有两轮 数字上战胜他们 就算这一个速度比赛挑战成功了 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一轮比赛双方的成绩 我们要有请两位认证官 根据刚才的录像资料 来回放进行计数 开始回放 好 开始 首先记的是日本挑战者的次数 一 两名认证官将通过大屏上的视频回放 来清点日本选手的跳成个数 他们的跳成数最终会是多少呢 日本选手的成绩是 96个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两位认证官 对中国挑战者的认证 开始播放 接下来 两名认证官将庆典中国选手的跳成个数 第一轮挑战中 他们能否超越日本选手呢 94 95 96 97 98 99 100 还在上升 速度快 你内心估计的大概是多少 速度快 115左右 看看你估计的准不准啊 106 107 108 109 好 结束 哦 哦 中国选手的成绩是 109个 目前来自中国的三个小将在第一轮挑战的第一轮比赛中 以109比96先下一场 第一场比赛我们虽然赢了 但是我们出现了两次失误 相信后面我们一定会赢的 我们来看第二个回合 双方能不能做到零失误 有没有队伍有可能冲击新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华人 一出门 还不明有队伍 一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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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石 一出门 三出门 三出门 七出门 六出门 五出门 10 5 4 3 2 1 漂亮 我的气都喘不过来了 我都憋在那 太紧张了 剩最后10秒 你自己心里就在倒数 10 9 另外一个脑子是说 我要出错 我要出错 对了 我们还是要让两位认证官通过技术回放 来对两队的数字进行最终的计量 有请两位 首先我们要看哪一队 现在需要看一下日本选手的正常速度的视频 我们要确认一件事情 为什么 想确认他是不是抢跳 是不是抢跳 好的好的 我们通过正常速度的回放来确认一下 有没有犯规的情况 如果他们这一轮犯规的话 还计数吗 如果他这一轮犯规的话 那么这一次他们的成绩是无效的 就无效 对 我们把这个倒不车上去看那个回放 因为这个人就切不过来 好 在进行第二轮挑战验证前 认证官质疑 日本选手可能出现违规强跳情况 按照规则 挑战者需在指令发出后 方可起跳 由于现场无法回放 带声音挑战画面 两位认证官将前往转播车 查看挑战回放视频 他们先起步的时候好像先动了我看 有吗 对他们起步的时候先动了 就相当于抢跳了 就是声音响的时候 他已经在那个绳子的圈里面了 而我们还站在那边 有没有实现 抢跳沙率 下令人开装 导演 准备 流量 准备 准备 go go 天爬是想的 那就行 那就ok了 一件事了 日子前手的不贏 大人的公司啊 其他人家 他被过了 有请两位认证官 两位在刚才查看了这个录像记录之后 目前的情况如何 通过视频回放 我们确认日本选手违规抢跳 成绩无效 非常遗憾 第二轮由于抢跳导致成绩无效 所以尽管是一个完美的发挥 但是因为抢跳这个小的瑕疵 使得三位的刚才那一番的努力 没能计入成绩 非常遗憾 不过谢谢你们刚才精彩的表现 谢谢 来自上海的挑战者 在速度赛当中 已经以三局两胜 获胜 当才他们这一番的挑战 有没有打破吉尼斯世界记录 30秒129个的数字呢 我们有请认证官 进行认证 在第二轮挑战中 由于日本选手违规抢跳 成绩无效 而中国选手如果此次跳成个数 超过129个 则创下新的今一次世界纪录 并且在第一部分的速度赛中 挑战成功 还有十个的距离 十 九 八 七 六 过了 五 四 三 二 一 七 一 破纪录 还有 还有 第二轮挑战 中国选手的成绩是 一百三十三个 日本选手最好的成绩是 九十六个 日本选手最好的成绩是 所以今天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是 中国选手 祝贺你们 孩子们 你们已经创造了一项全新的 吉尼斯世界纪录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也谢谢我们两位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 谢谢两位的精彩的辛苦的认证 谢谢两位 谢谢 接下来 三位孩子还要面对他们挑战的第二部分 我们要请出 2017年 世界跳绳锦标赛 交互绳速度冠军 Cleveland Air Magic 掌声有请他们出场 Cleveland Air Magic Cleveland Air Magic 来自澳大利亚 2017年世界跳绳锦标赛 交互绳速度冠军 欢迎 欢迎 三位是今年世界跳绳锦标赛 交互绳的速度冠军 所以大家看到了日本挑战者 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和创造者 而他们是世界大赛的冠军 所以也是世界上的顶尖高手 请听挑战规则 挑战第二部分 一分钟耐力赛 日本 澳大利亚 两个冠军队伍皆立刻跳30秒 而中国挑战者将持续跳一分钟 与之对抗 在一分钟之内 中国选手连续跳成总数 需超过日本和澳大利亚 两支队伍的总和 才算挑战成功 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肌肉类型完全不一样 真的完全不一样 因为这个短距离这个肌肉的类型 跟它的肌纤维也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对三个孩子来说 很不公平 太难了 太难了 耐力战这个很困难的 接连挑战两次 它的乳酸的build up就增多了 所以它容易累 因为前面两个三十秒已经跳得蛮累的了 后面还要跳一分钟 我还是有点担心的 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 第二部分 挑战我们只挑战一次 第四 台判员准备 运动员准备 第一次 sectors 快点 啊 Fish 快点 OK 有点 我 现在黄俊凯已经开始加速了 小马达一直在发动 而这个时候 日本选手速度确实慢了下来 日本选手的时间到了 澳大利亚选手紧接着进行 这上来的是一个战斗机 感觉给它加上个翅膀 它能飞 但是黄俊凯仍然还在坚持 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15秒 加油 黄俊凯加油 好 该冲课了 十 好可惜啊 澳大利亚选手在关键时刻出现了一个小失误 5 2 3 2 1 再次把掌声送给三十秒 一起的队伍 前30秒钟 日本选手发挥的还不错 没有出现失误 但是后面明显到后10秒 日本姑娘的那个速度慢下来了 澳大利亚选手上来以后速度很快 可是很遗憾的是出现了一次致命的失误 所以就在那一次事故当中 中国选手一下子把优势给拉开了 我宣布 中国挑战者挑战成功 再次感谢澳大利亚来的选手 感谢日本来的选手 谢谢 也谢谢我们三位裁判 谢谢 请稍时休息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那接下来我将把三位孩子留给我们的四位评委 能否进入荣誉殿堂 稍后看各位的决定 祝你们好运 我在荣誉殿堂等着你们 加油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你们每天要训练多长时间 训练三个小时 每天训练三个小时 你们不觉得枯燥吗 不会 我刚才看到你们在第一轮比赛的时候 好像有一个人上来一直在指导 那是你们的教练吗 是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教练请上场 来了解更多的情况好不好 来 有请教练好吗 教练好年轻啊 教练好年轻 各位老师好 我是他们的教练 我叫李月 你觉得跳绳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更让他们懂得去坚持 去拼搏一些事情 就不容易去放弃 比如说其实我们知道跳这个一分钟 到后面其实是很累的 但他们一点是在坚持去完成这个 所以在生活中 他们做事情也是很认真 也不会去千言放弃做一个事情 运动是训练他们的毅力 毅力 毅力很重要 对 还有专注力 对 你一定不能分心的 谢谢 那现在你们在学校的成绩怎么样啊 班级前三左右吧 对 所以他们其实很不容易的 每天训练三个小时啊 每周他们要训练六天 对他们来说 我自己体会过这个艰辛 非常的不容易 在这个过程中 我相信他们肯定也付出了很多 努力了很多 在他们这个年纪 应该也是舍去了 放弃了很多的童年 有共鸣跟他们 因为在第一次破世界纪录的时候 我破的那个纪录是 当时也是由澳大利亚队保持的 是Grand Act 然后保持了十年的世界纪录 李教练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可以带着三个孩子 在世界舞台上 为我们中国争光 必须的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要让他们成为 中国的跳绳之助 也要让我们的五星红旗 在世界的舞台燃燃升起 对 对于你们今天能否最终 进入我们的荣誉殿堂 我们几位评委的看法是 能 谢谢 来 请说 孙杨哥 你是我的偶像 偶像不是用来看的 偶像是用来追赶的 你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的灿烂 加油 上次跟孩子合个影 上次跟孩子合个影 一 二 三 这张合影的名字就叫 今天的世界冠军 和明天的世界冠军 我们有请我们的三位挑战者 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拜拜 加油 继续努力 三名中国少年 通过顽强拼搏和团结协作 呈现了令人惊叹的速度 他们不仅战胜强大的对手 打破了世界记录 更展示了年轻一代 为梦想而努力的能力和决心